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欢迎大家收看金市策略 今天是10月14日 星期五 昨日金市似乎与我们预期相当一致 结果金市似乎开始有少少的上升动力 虽然不是很明显 起码已经摆脱了上星期连续超过10天的跌势 究竟是否已经摆脱了又有重新的上升动力 究竟是否真的开始出现危机 大家未察觉到 这件事比较重要 昨天也有说到 经常说避险避险 究竟是否没有了 或是现在才有个险 但由于我们看到之前的走势 汇价跌 金价也跌 多人可以这样理解 因为美元涨 但现在美金已经 一来我觉得美元涨多了 我也不太明白 美元已经涨到98 但如果用加息预期 我觉得不太接受 反过来 从昨天开始 美元反而有点调整 美元就上升 所以大家看看小时图 昨天已经展开了 相对多一点的上升行程 亦打破了过去三天 一个小小的下降趋势 星期一最高是62 星期一最高是65 星期二只有62 星期三最高是58 今天已经突破了 所以昨天的建议或今天的建议 可能也不会相差太远 但问题在此 如果大家在过去的几天 如我们所说 51元有买过 亦评过在接近60元 今天可能会建议大家再买 但价格要退高一点 不可能要预计再见到51元 如果再见51元就未必涨 所以今天建议大家接近买 我会建议 接近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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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短线就有机会有上升动力 目标很基本 起码昨天的日期高 即62、63 应该不止 最好是74 过去几天的策略 大家都会见到有口价 所以如果不是很理解 看多远 其实与昨天的建议 不会有太大差异 自当人Exacti的价格 多年少放公司的网站 今日的节目继续到此 就知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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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